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成大概三种 四种 里面的话 第一个颜色变更 如果以后你看到Color的话 你要想到RGB的函数 所以特别RGB的话是三原色 如果是蓝色的话 记得00255 OK 那大概以后 反正VBA里面呢 只要你想到颜色 你用RGB 其实就可以搞定一切了 就大概这样 反正点Color都可以用颜色 另外的话呢 当然就是说 我的底色的话 有个Interal Color 那如果黄色的话 就是什么 红配绿嘛 25250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C C的话是加框线 不过已经是框线看不太出来 再来D的话是换颜色 加一个初体 那初体的话BOLD等于True 反之就是False 那清除那个颜色啦 清除掉 清除这边 不过清除因为我们原来 这个之前是没有加框线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上个礼拜又延伸讲了框线 写清除原来框线 加实线 加红色 然后呢 加粗体 就粗线条 然后最后是清除 再来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举是这一条线 双线 这一条线也双线 其他都单线 类似像这样 上礼拜也讲到的 如果你忘记的话 请你参考一下云端 上面都有答案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继续来看那个有关 就是后面的中文